今天繼續網路application layer 就是760最上面那一層 那上次我們介紹的Web跟HDV 還沒介紹完 那今天我們大概稍微再review一下 然後有一個cache的例子 這個我們看一下 那今天主要幾個topping是 第一個是HCDY 這個我上次特別提過 這個是Speedy 那這個是Web的一個 算是一個最新的改進 那它位置位在哪裡 它怎麼樣運作的 我們會很簡單看一下 然後幾個傳統的protocol 三個非常重要的 FTP 檔案傳輸 Mail 然後DNS Dominion Service Name 就是我們常常像我們施工系 cse.fju.edu.tw 這個Name的服務是怎麼樣來運作的 架構訊息 這個protocol是怎麼樣的 然後第三個 再下個部分是 所以大概這三個合起來的一個部分 再來是peer-to-peer的programming peer-to-peer application peer-to-peer的application的話 主要會跟大家介紹 bictorrent bictorrent的話 是好多啦 好多個peer-to-peer的 但bictorrent是 因為課本裡面有特別的談 所以我們就談一下 那個也可以談很久的 那這一張裡面 這個部分裡面 最後有一節 是Socket Programming Socket Programming Socket Programming 我們這本課沒有要大家寫程式 那Socket Programming其實很重要了 那我也稍微提過 那課本裡面 這一版也有點特別 它在前面幾版 它用的語言是Java 這一版開始它用Python 那Python的話 事實上在 有一個趨勢 譬如說在 在這個 國外 在有些東西以美國來講 那這個 高階語言的 學資訊相關的科系 高階語言 學語言 第一個語言最早的時候 最早都是Fortnite 就是最早古老的時候 Fortnite 後來呢 大概70年代 80年代變Pascal 後來變成C 後來變成Java 那大概90年代以後 大概一半以上都是Java 那現在呢 有一個趨勢就變成Python 所以這個 就是第一個程式語言 在變 那Python這個語言 我過去在Web的課 大概都會花3到9個小時來介紹 那這門課大概是不介紹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個網路在宅學系的Channel裡面 有Python的那個 語言的那個介紹的那個 錄影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投影片也有 但是 所以它就Python Python跟 Python跟C和Java 有一點不同 C跟Java的話 基本上 你說學著C再去用 再花 再去修一門課學Java 或學著Java再一門課去學C 學著C再去學Java 還講得過去啦 物件導向的部分 學了Java再去學C的話 那 那完全是營養學分 那個Pointer的部分稍微 所以 C跟Java非常非常類似 那 但Python呢 有一點點 語言的設計的概念上 有一點不同 所以它比較屬於新的語言 所以 有興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把它跳過去 概念可以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那我們很快Review一下 那上個禮拜 就是 教師節那一天 我們介紹這個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不是 Application Layer 主要是介紹HTTP 那我們就跳到HTTP了 Web HTTP的這個部分 我的HTTP非常重要 在Web的課程裡面 我們也有介紹過了 那它 它Client Server的這種形式 主要兩個東西 HML HML當然是要 我們要做網頁的時候 要學的 然後很多技術 HML CSS 等等等等 但是在網路課程裡面 主要看就是HTTP HTTP的Client Server 怎麼傳輸 看它的格式 然後看它的這個資料格式 Request Message的格式 Response Message的格式 這個Message的格式 是我們要看的 另外一個它怎麼樣傳 那我上禮拜也談了 有Persistent Non-Persistent HTTP 1.0裡面 是Non-Persistent 1.1裡面是Persistent 那如果在1.0裡面 傳輸的時候 要跑好幾次 這邊要跑好幾次 每一個HML抓到了以後 這個 建立個Connection 這個 建立個TCP Connection 看有沒有在 然後回來 再真正的傳出去 再回來 來抓到一個HML的網頁檔 然後發覺裡面有一大堆的這個 譬如說影像檔等等等等 這些動作要再繼續回來 左手邊是Client 右手邊是Server 所以這個 不是很好 所以到HTTP 1.1的時候 就把它變成 Non-Persistent的話 這邊要重複 這邊會一直重複 那到HTTP 1.1 是Persistent的時候 它就做了兩個改進 一個是Persistent 就是那個 HTTP連結 建立完了以後 它不中斷 然後 你後面還要在 一個網頁裡面 有好多的影像 好多的image 聲音檔 影像檔 等等等等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網頁 一開始 HTTP的Connection之後 一直維持在那邊 讓這個Session 連續下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 Persistent的設計 另外一個是Pipeline Pipeline設計就是說 我這邊可以一直送出request 我發覺這個網頁 資料看到了 這網頁拿回來 網頁裡面 這裡面有HML 然後有這個 9個影像 我就連續的 送出9個request 然後去抓 把那9個影像資料拿出來 所以變成Pipeline 跟水管一樣的 把資料給 把資訊給 把Data給抓回來 所以這個是 Persistent Pipeline Persistent Pipeline 是 我們現在瀏覽器裡面的運作 現在Web 都是Default 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邊有一個Model 其實這個很簡單 這個又變數學 好像這門課裡面 我們上課談一些觀念 可是它作業的時候 怎麼都是 很像都是什麼 算數 那這些算數 其實只是把它符號化 你有這個觀念 就可以做 那這邊 就是把剛剛的那個 Persistent 或Non-Persistent的東西 變成符號 然後再做計算 計算結果是這個樣子 那這我就不談它了 那如果大家想對這個 比較有多一點了解 大家有了課本了以後 你大概就可以 就可以找到這個 就可以連到這個課本的資源 對不對 資源裡面就有很多A-Print A-Print裡面呢 像這裡面有非常多的A-Print 那這個 有一些是上一張的 我們沒有看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 也許現在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 像Transmission Delay 跟Propagation Delay 這個我建議 大家都去 都去 玩一下 字有點小 字有點小 非常小 那 那可以這邊再做設定 這邊設定以後 然後 就是 看它的這個 長度是多少 Rate是多少 然後Packet Size 是多少 就我們的L-R 這個大家 我建議大家都自己去 去用一下 然後呢 它這裡 就傳輸的 傳輸的結果 花多少時間傳輸 那這邊有好多A-Print 這是對Transmission Delay的那個 那個A-Print 所以我建議大家換不同的職 去做一下 你會對這個 你要做作業 會做等等 會對你的觀念建立 非常有幫助 而且對你的那個 Scale的建立 會非常有幫助 像我們很多的 我們在學東西的時候 常常我們學到 學到理論 可是對應用的時候呢 常常會Lost掉 對那個Scale 那視野會看不見 看不見的 網路的Scale很多嘛 從 有的是G 有的是K 然後小的話有Mini 有Micro Nano 那往大的話 有這個Giga Tera 有那麼多的Scale 那麼多不同的Scale 又速度長度 那 那你不容易 我們人詞很渺小 不容易體會到 那個比我們自己大很多 或比較 比我們小很多的這些 或快很多的這些 感受 那你看一下 你把這個變成圖像化 變成動畫 看一下之後 會有很多的感覺 會很好的 那個 我就是看一個新聞 那個 陳文謙去台大開一門課 對不對 那他就跟那個 同學講 說當你的視野變大的時候 有些事情就不重要了 就你就不會 當你視野變大 你看到全世界的時候 你就不會為了什麼 失戀啊 或是交不到男朋友 女朋友啊等等 跑去自殺難過了 因為你的視野已經超過了那些了 你看到是全人類 如果視野更高 你看到 那個學太空的 你看到太空的 宇宙了 那你更不會 更不會 你可以去修行 去學宗教 但是 那不然怎麼樣 就是我們在 我們在這個 我們在學綁路的時候 我們 這些像 比如說Qin Delay 這幾個我開看一下 上一次 上一次 沒有連網路 就這個 這怎麼排隊的 怎麼排隊的 因為這個字顯示太小了 所以就 它這個arrive rate是什麼 我們說 LAR有一個arrival 如果大家還記得 LHR 那是一個 一個traffic intensity 就是這個 traffic的那個 traffic的強度 traffic的強度 是多少 那traffic強度變的時候 那 A-grade大 是arrive rate 這個 這個 就 Q起來 Q到最後 這Q 越變越長的時候 就怎麼樣 就 DROP掉了 Q 越變越長的時候 它就DROP掉 那它這不只是 這不只是 一個動畫 那這個是 就DROP掉了 下面有些東西就 就 Q到那裡 Router Router 就把資料給 就把資料給丟掉 這邊Router 就把資料給丟掉 那這邊 我可以講到 這不只是一個動畫 這個是 我就可以調 調它不同的rate 不同的size 來做 來做調整 這是一個 Qing Delay的APRIT 再來一個 Message Segmentation 的APRIT 就很快每一個 就看一下好了 這都是第一章裡面的 這個 這個就也是一樣 做一些設定 設定它的長度 那這邊是有經過好幾個link 這好幾個router 有好幾個queue 經過好幾個link 那然後 我就不秀了 這個 就要自己去玩一下 這些東西是哪裡來的 這些東西就是 一開始 在這個課本的第一版 第二版 有一些修正門課的老師 要求同學的作業做出來的 這些基本上就是作業 就作業在第一章 所以前面幾張比較多了 就是作業寫出來的 這是一個java的APRIT 就是你寫在client端的APRIT 所以網路上下載 如果大家學過java 都知道 java在client端就是一個APRIT 對 那跟我們剛剛HDP有關的 剛剛好多個好 那跟我們這個delay相關的 是在這裡 我剛剛會講到這邊是 這有好幾個設定了 這個大家也是自己去做 就是說 比如說 你要persistent non-persistent 或是有沒有pipeline 他們的時間會有多少 那 就從這個APRIT裡面 可以完全看到 你只要這個看懂了 什麼計算題 什麼沒有一個可以難得倒你的 這幾個APRIT 就是 如果你知道的基本概念 這幾個APRIT 那你對於這個scale 也會有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我就不一一的trace 好 我就回到剛才這裡 所以這個 像這種計算題 其實就變很簡單了 所以你對APRIT也了解 那基本關鍵也就是我們 談的這些 只是說 它變成數值化以後 變成符號化以後 它變成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形象 好 那 同樣的 這個還是上次的review 那我們在這個 一個 任何一個protocol 我們就要看它的資料格式 那 request message 長得這個樣子 HP request message 有header 有get post 這些 這個 這個 1.1裡面還有 還有一些 這個put delete 那 那長像是這個樣子 下面是送出去的entity body 那 如果是我用post的話呢 我 一個網頁裡面 有的 我一個 一個網頁裡面的一些 這個 我要送出去的 我的 ID password 或等等等等 我送一個 採購的所有的 這個內容 或是我要一個履歷表等等等等 那都會 以 name value pair的方式 就是以這個 一個變數名稱 跟它的值的方式 放在這邊 然後送到伺服器那邊去 那 那如果你是有get的話 它就在URL裡面 那中間還有一堆的header 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是什麼 我這 我表示我這邊的語言是什麼 然後我就編碼 然後 我的瀏覽器是什麼 等等 告訴它了 告訴伺服器 那 當然這些方法 我就不一一的談了 那送回來的東西 送回來的東西長像這個樣子 那 很重要一點是 last modified 送回來告訴你 我這一個 資料最後一次是什麼時候 被Modified 這個我就不太談了 這上次都 都這個介紹了 Cookie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Cookie Cookie是存在 Trying端的那個 存在瀏覽器端的一個資料 它也是NameValuePair 就是 資料名稱跟資料的值 這個一個Pair 存很多 當然 這個Cookie的方式到了 現在 HM5裡面 有一些不一樣 它有做一些改進 但是在HT Prolo裡面 就是Cookie 那Cookie 我講了好幾次 Cookie 還有SSL 還有一個JavaScript 這三樣東西 是讓這個 讓這個 Web 變成平台的非常重要的三個設計 然後都是Nexcape那個公司 來提出來的 然後做出來的 那 那Cookie 放在這個Client端 那就可以 有很多的好處了 讓這個 我們 做 做成曲 然後 就